原来曾经相爱的两个人最终也还是逃不出厌倦的结局 王浩信和陈思瑶这对TVB金童男女 他们那已经故事一直以来都被大众金星得当 两人通过广告合作走到一起 两年后王浩信更是在自己主演的舞台剧上 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仪式 当时求婚现场的氛围隔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到心动 最后两人接受媒体采访 陈思瑶一脸幸福地展示了自己的撰计 激动的话都说不清了 今天有戒指 哇好美啊 其实我刚才都没有 我真的是 你听一下 我口心力血的 而一旁的王浩信更是害羞的脸都红了 尽力吧 刚才我看了清楚 好不容易 我口气先 好好好 来来来 好 sweet啊 甚至两人的婚礼都觉得在2011年11月11日 11时举办 预计着两人相伴一生一日 后后两人的互动也是甜蜜如珠 当王浩信获得多个最佳男主提名时 陈思瑶也会热情地给他应援拉票 这人问你有没有信心拿奖 我说你呼吸真的很高 信心都 大家也要支持他投啊 投他一票啊 这个宠溢的摩托沙 起伏感都要一出屁幕了呀 就连在王浩信的个人采访中 也会不经意地提起起次 给观众狂洒狗亮 我想真的是戏家情真的遭遇就是忧欲 他和他开台是因为设计我老婆嘛 认识我老婆 其实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是对这个人有点兴趣的 能够追到他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然而这些当初大家都看在眼里的蜜蜜互动 随着王浩信的变心也逐渐变了味 2021年的TVB谈庆 明明夫妻俩都来了 但王浩信却不顾陈自瑶 反而与肥闻对象蔡思贝 玩手走上了红毯 随后的颁奖典礼 王浩信在发表会长感言时 当然傻傻地感谢了一堆人 最后才提及妻子 当镜头转向陈静尧时 那看待蜜蜜的妖精 是不是就已经说明了蜜蜜 曾经爱过时珍 曾经不爱蜜蜜 或许那些摆在公众面前的回应 只是自欺欺人的戏码罢了 还没见到 自欺欺人的阻抑